大家好,快看看这个要吐的bro 今天我们来到了伦敦 从York开车过来 在途中呢,某一个服务区 这位bro呢,觉得有点饿 去麦当劳买了一个辣的鸡块 浅吃了一口,吃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分辨中要吐 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在海带公园旁边 但是呢,我为了省钱订了一家最便宜的 然后呢,就没有parking lots 我们就为了找parking的地方 就找啊找啊找,找到了一个还不错 两碗总共50磅的 是人家double tree hotel的parking lots 然后我就提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我当时不定在double tree呢? 一查,哦,原来要跪100多刀 100磅一碗 要跪100磅一碗 这就是原因 我订房子的时候呢 掉进了前沿里 跪迷心窍 这不鬼样子就是因为贪了个嘴 贪了个便宜 对,它是为了贪了个嘴 我还是贪了个便宜 导致我们费了好多事 贪了好久的时间停车 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没有时间去大英博物馆 所以明天我们要去大英博物馆 要去新营博物馆 我们还约了一个下午茶 还约了一个下午茶 晚上还要去看秀 几点啊 晚上秀是几点啊 下午茶大概是两三点 秀好像是七点 回头去看 anyway呢,就是这两个 贪小便宜遭大罪的人呐 那大佬 你也说人家不行 by the way 我们现在在肯兴顿宫 海德公园里面 肯兴顿宫的前面 肯兴顿宫呢 曾经是戴安娜王妃生前的正式的官邸 现在呢是凯特 威廉王子 他们是三家人住一个公 我们原来以为这就是威廉王子一家的房间 但是刚才我们度了一下 原来里面住了三家人 原来里面住了三家人 他们的居住条件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 没什么 我们有什么脸熟人家的 好 浅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 肯兴顿宫 这就是著名的海德公园 现在这个 anyway那边是海德公园 大家看一看吧 原地 好 就这样结束了 真的海德公园哦 下面我们要去逛街 不知道这个死样子还能怎么逛 你可以的 我们还要吃牛小肠呢 吹吹风走一走就好了 你想逛哪里呢 好 我们一会儿要去逛牛津街 拜拜 终于吃到了我梦寐以首的烤牛肠 我的bro点了一份牛味汤 非常棒 我点了一个牛肉的十锅饭 也非常好吃 还有一些小菜 让我们进行期待这个烤牛肠 它的包子其实还放了妈妈木的汁 哦对 还放了妈妈木的汁 这家店点赞 刚才吃完饭出来之后 我们就走到了这个伦敦大桥上 忘记录像了 潜伏一下 看到远处的那个呢 就是Tower Bridge 就是蝙蝠虾拍电影的那个地方 那个桥 这个就是伦敦 Bridge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建筑 这是一个鱼业工 鱼业巨头的子 啊 所以那个750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但是鸿敦有一百一十个 营业行会 这是鱼业 啊 这个旗字上有一个750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下面就是河岸边走 你要走一走吗 哦 Good morning 今天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天 9月24号 为什么我没有任何9月23号的 footage 呢 因为昨天的星辰拍得太满了 昨天太有意思了 昨天我们一早 连早饭都没有吃 每次吃完都拍不到两个 昨天早上先去了西敏寺 然后在西敏寺门外大排长龙 某些人跟我说就进去就可以了 我上午就是就进去 这次要大排队 因为是他们女王葬礼之后 收费开放的第一天 然后在西敏寺里面大概逛了一个半小时 就参观了他们的文学脚 智制脚 科学脚 皇家脚 与三百多具尸体共处一个小孩 共处一世 三千 三千多具尸体 共处一世 长达一个半小时 出来之后就觉得顶不住了 先去gift shop里面买了点的可乐糖 酸掉牙的可乐糖 然后 去了贵妇下午茶 去了贵妇下午茶 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贵妇下午茶 给人顶了 根本吃不完 我还有两个马卡龙在车上 你带上车了 给你机灵 就在那个带子上 还不错 还有现场美美的小姐姐给你拉小提琴和大提琴 还有一个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刀拉屁股 还有一个小刀拉屁股的厕所 那个是highlight 每一个马桶 都是一颗蛋 都是一颗蛋 都是单间 然后是一颗蛋 然后我们去了哪呢 然后去了 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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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上千年的 木乃伊 尸体 以及各种动物的尸体 绝了 还记得他还做木乃伊 以及中国四千年的历史 还有那个什么呢 还有那个什么呢 那个古的那个 大洪水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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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非常的像 老高放的那个图片哈 石针 你得放一个参照物 它就一个手掌那么大 还有罗赛塔石碑 这都是 这都是你啊 上千年的 好几千年 不是上千年 然后来到本次旅程的highlight 我的不知道哪一年的生日礼物 突如其来的生日礼物 今年的 今年的 迟到了 28大寿的生日礼物 迟到了多久 半年吧 28大寿礼物 我的28大寿礼物 《悲惨世界》是我的音乐剧初体验 非常棒 可能要常去纽约了 这个就是bro的 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仪 让他感受一下 音乐 文化 历史 政治 文学 各方面熏陶他一下 被完整的熏陶了 360度熏陶 所以我以后还得来 把他们每一个音乐剧都看个遍 你要在百老汇看完 伦敦唏嘻看完 都看完 再学学法语再去法国看看 看看原版 看看原版 原版没了 原版没了 没了 现在只有伦敦唏嘻在演这儿了 晚上 开了眼了 又开了眼了 又小刀拉屁股了 感受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感受到放过的 印度菜 而且是晚上11点 我们走进去 依然 人生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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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多人 然后非常好吃 吃那个馕 那个馕 一绝 人家说 吃咖喱不吃馕 快乐少一半 真的 咖喱也好吃 咖喱配馕 快乐无比 我就是喜欢吃碳水 我就是喜欢吃馕 那家饭店叫 Dish Room 我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名字 就Dish Room 他们家有好几家分店 我没订上 但是咱们walking成功 昨天吃的都很成功 看的也很成功 逛的也很成功 昨天就是成功了一天 就是有点累 不我昨天没有前天累 前天我还有个食物中毒事件 吃麦当劳喝了一杯咖啡 喝到食物中毒 导致我 导致我那天其累无比 我觉得我可能是不太够 太好 我可以点甜点 哦 可以点甜点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有趣的灵魂的人 开的一家早餐店 在伦敦 摄政街的一端街内的巷弄里 他点了一份 Food English breakfast 我点了一份Half 然后这是我不知道这是Unlimited 还是要加钱的面包 因为他们家昨日的旧面包是免费序 今日的面包是一块钱一份 好便宜 You know what bro I don't know what 这个摄政它也就要这个名字 但它不是那个摄政街 另外一个区的 另外一个区的 不至于吧 我这个Half的 連西红柿都只有一半 他有一整个 他刚才不是说了 我只有一半 这豆给你多了 我跟你说 我去 我的Mushroom 只有一半 他有一整个Mushroom 你说这豆是不是给它多了 豆给多了 豆给了我一整盒 好吧 你又录到我吗 录到了 好的 我们现在在Wembley球场 然后还有 我需要在七分钟之内出现在机场 七分钟之内 七分钟之内 七分钟之内出发去机场 我们小小的做一个Ending 新 英国旅行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荒唐 又吃了很多欠 又长了很多痣 脑子 看我们在加拿大都不会变得聪明一点 每次旅行都觉得脑子不够弄 长了太多知识了 尤其是英国 知识点满满 敲 敲黑板 画重点 是一个历史人文 知识 脑子里塞满了知识点 嗯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在加拿大就没这么多知识点 然后 巴厘岛 更没有 哦 应该有知识点 巴厘岛就 巴厘岛录啥子 就放在那儿 录在那儿睡觉 躺在那儿 给大家录 给大家预告一下 下下集 是睡波 每天换地方睡觉 下一个地方都不换 就在巴厘岛 就另一个度假村 就天天就在那儿睡 所以下一个旅行是在加拿大 我们先预告一下明年夏天 如果这个人冬天来的话 他就会在冬天体验加拿大的camping 冬天 我就让他一个人去 如果我冬天到的话就不是camping了 就是居家 居家居三个月 居家 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居家Vlog 然后下下一次是巴厘岛 下下下一次还没想好 我们会在下一次旅程想好 下下下 下一次 这可能是哪儿下去吗 应该 哦 给大家看一下温布里球场呀 看楼 大踢手呢 大踢手 哎呦 走 那个 大踢手的篮子边在那儿 温布里球场 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欢乐的时间总是挂在 有些个人他相机不设置时间 导致我们录的全部都在2016年 给剪辑增加了许多的难度 那也挺好的呀 就是让时间停在2016 停在我们认识之前 我们不是20 我们是哪一年认识的 520 我们是520认识的 我们好像真的是520认识的吧 不是我们是某一个long way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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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钓鱼你先晕吧 啊 就在这一刻 你是通了钓鱼这个手段 把姐姐钓上钩了 把姐姐给钓晕了 把姐姐给钓远了 把姐姐给钓远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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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要充熟了就行 不需要说那么仔细 太太太多资本了 然后 哎如果我去如果我下年去加拿大的话 我们应该都故地冲游一下 再钓啊我跟你说那儿没雨 不是,I mean花瓶岛 哦,花瓶岛没问题啊 故地冲游一下 花瓶岛还能定个camping 行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当时 我们相识相知的地方 不是,我们在伦敦那个河边相识 但是在花瓶岛相知 对上了暗号 不如就让我们最后听到我们的暗号 我们的梅人 我们的梅人们 我就在这儿 小灰 给大家看看实力 这可是我写的名字 这实力的妈妈 那个是实力的阿姨 实力的阿姨 实力和实力的妈 的英国环岛旅程到此结束 大家下次见 拜拜